若不是說有這個歌詞給我 我也沒今天去剩酒啦 有我用的花 這三二名就是歌詞給我 我要感恩這個歌詞 要為歌詞來打拚這是應該的 我永遠就是講那個歌詞 大家好 我是第五十七屆金鐘獎戲劇節目 最佳男主角獎得獎者陳雅蘭 謝謝剛剛的介紹 謝謝 這次我能受到大家的肯定跟鼓勵 是今天傳譯戲曲表演類特別獎得主 也就是我的恩師楊麗花老師 她的尊尊教誨 我才有今天一點點小小的成績 楊麗花老師 她畢生的青春歲月 完全奉獻給歌詞戲 她一直帶領著歌詞戲 開創新格局 提升歌詞戲 在全明星中的地位 所以 這裡有說楊麗花等於歌詞戲 歌詞戲等於楊麗花 接下來我們一起來欣賞這位 得意雙心的藝術教育傳承得獎者 楊麗花老師的影片 歌詞的影響來講 他的影響一定是最大的 到現在七十幾年了 他還在那邊看 他不一定要演出 對這個歌詞的夠有專情的 他的功能非常大 所以他大家說一句 我看歌詞的影響不會變態 為什麼 因為歌詞的每一個一出戲 就是中好正義 他永遠不忘本 他必須透過歌詞戲 用教育的意義 傳達給下一代 他還會微服出巡 坐在那個司機開的車 到那個廟口窗戶打開 自己看歌詞戲 沒人知道 其實每一次他一看完 他就有一個非常強烈的一種使命感 你說要怎麼有這個歌詞 還有一個人看 如果我們用這一次的主題說 運動家 我覺得他是戲曲的運動家 他說 我贏了我這三年 是歌詞給我嗎 當年輕人聽說 我吃到老要用到老 吃到沒水去 還會補土豆 這除了台灣 歌詞慢慢年年要再團圍 我也不知道要吃到東西 吃到不回去 因為我又吃吃歌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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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更愛你 我更愛你 更愛你們 好久不見了 謝謝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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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